本来今天要给大家更新快报的 无奈中午传了一个短视频又被言论自由了 考虑到快报可能引发的二次言论自由风险 今天咱们先迂回一下聊点别的 感谢大家的理解 话说上周皮尤民调机构发布了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民意调查 标题为美国人对中国持续批评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遏制中国的力量是当务之急 这个皮尤公司在美国那是相当有分量的民调机构 他们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20多年的持续民调 可以从其中看出历史变化的趋势 那么最新的这份民调到底有怎样惊人的数据 又对我们看待中美关系有怎样的帮助作用呢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首先第一个民调结果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最新这份民调显示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其中43%的人对中国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只有16%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从这份十年数据的跟踪图来看 对华负面看法大幅提升的分水龄是在2017年 2017年之前基本上就是在40%到50%范围内波动 同时对华正面看法也是大概40%的波动 而到了2017年之后 负面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不断的升高 正面看法是越来越少 那么2017年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川普上台 川普和之前奥巴马搞和平演变的套路完全不一样 川建国可以说是句句不离中国 他要是今天变秘了都得喊一句China 而他这种表演通过媒体大量传播影响民众 其实之前对于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干 咱们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的核心逻辑是希望美国重新振兴制造业 要让制造业回流 但是他现在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只能去通过骂中国来做宣传 而他的核心攻击中国的一点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太强 抢占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 而这些傻傻的铁锈带民众就信了 总的来说还是美国人的那套自己没错 错的都是别人的逻辑 民调结论二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增强 有7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在增长 这比2022年的民调又增长了5% 这主要是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展 以及中国在外交层面上的卓越表现 中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多的被美国人看到了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结论三很重要啊 年纪越大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越负面 如果不区分年龄的话 43%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非常负面 38%是有些负面 16%是正面 当做年龄划分的时候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65岁以上的美国人 有超过61%的人 对中国的看法非常负面 29%有些负面 正面仅仅8% 然而到了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 负面看法中只有27%是非常负面 45%是有些负面 正面看法的是25% 这个数字远远大于65岁以上的人群 这个结果非常的有参考意义 美国超过65岁的人 与年轻人有明显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代沟 老年人都是冷战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那个时候的媒体更加的封闭 对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对立更加的严重 老年人在意识形态最对立的冷战时期长大 自然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强烈的负面偏见 而这些人又是互联网的边缘群体 这种偏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而年轻人因为都是互联网的一代 明显比老年人对华态度要好很多 从美国党派来划分 共和党的受访者中 九成以上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其中59%是非常负面看法 而民主党的受访者 77%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其中30%持非常负面看法 47%是有些负面 而民主党的左翼 也就是白左群体 对中国的态度是最温和的 只有29%非常负面 超过半数只是有些负面 结论五 超过六成的美国人 十分关注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 美国人之所以关注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 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 是最容易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 美国利用中国所有已经存在的 或者可能存在的领土争端问题 对中国搞事 媒体也是深度参与 61%的美国人对中国 涉及领土争议感到担忧 而65岁以上的人群 这个数字是79% 而年轻群体感到担忧的下降到了47% 这个问题两党差别并不大 结论六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 其中共和党人大多数视中国为敌人 民主党则大多数视中国为竞争者 整体来看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50%认为是竞争者 只有6%认为是合作伙伴 而在2021年的民调里面 34%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55%认为是竞争者 9%认为是合作伙伴 这能看出三年的变化是往坏的方面发展的 而从党派方面来看 59%的共和党人视中国为敌人 36%视为竞争者 民主党只有28%认为中国是敌人 有65%认为是竞争者 这点和共和党的冷战思维是非常贴合的 既然是当做敌人 那就是敌我关系 肯定要用冷战的思维去打压 但是如果是竞争者 虽然也要打压 但是还要考虑到更多的东西 就不会是什么你死我活的问题了 保守派共和党人对中国尤其不友好 大多数视中国为敌人 左翼自由派的民主党对中国要友好一些 从这个数据来看 美国反华的基本核心盘是保守派的共和党 也就是红色的部分 这个群体中68%的人对中国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69%视中国为敌人 83%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而左翼自由派民主党也就是蓝色的相对要好很多 其中只有29%对中国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25%视中国为敌人 69%认为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中国的影响力这点可以看出 不管是红蓝两党都在通过这个数据表现出自己的焦虑 中国的影响力增强这点完全是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问题 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美国人是完全丧失了反思能力的 这个才是美国最大的麻烦 共和党方面比民主党要反华的多 但是也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增强 他们认为中国不管是经济还是国际地位都越来越强 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所以他们更加的反华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极端反华的美国人是完全不信中国崩溃论的 这里从数据就看出来了 而恰恰相反 他们现在主要相信的是美国崩溃论 美国的拉跨跟中国的起飞形成鲜明的对比 焦虑直接拉满 而这点跟中国国内的反贼唱衰中国 吹捧美国是完全相反的 而美国的左派自由派民主党人普遍温和的多 思想意识也没有那么极端 他们主要是年轻人 女性 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 另外普遍受过高等教育 有国际视野的都市中产群体 这和共和党完颜铁锈带红搏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下一个结论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 遏制中国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 49%认为限制中国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42%认为应该放在优先的位置 只有8%认为遏制中国不是重点 所以很明显遏制中国是美国的民意共识 所以美国政客对华表态是一个比一个极端 这也是一种市场供需 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加关注遏制中国 59%的共和党人认为限制中国是美国外交的重点 高于民主党的42% 从过去三年的趋势来看 两党的差距在缩小 这也进一步的说明 遏制中国是两党的普遍共识 结论是 2%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而且年龄越大的美国人越是这么认为的 82%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的经济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66%影响为负面 只有13%认为是正面影响 其中65岁以上的人有超过七成认为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而年轻人的情况要好点 但是也有53%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从民调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 中美经济合作在美国那边是缺乏民意基础的 美国老百姓倾向于认为 中美经济合作有利于美国的大企业大资本 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劳动者 对美国的普通人没关系 所以他们认为中美的经济合作是弊大于利 这也是典型的川普式的思维 又单纯又充满零和博弈 整个民调看下来 现在大家理解为什么比亚迪说 不会进入美国市场了吧 一家中国企业如果在美国建了一家厂子 普通的美国老百姓不会认为合作能带来利益 他们会认为是占了他们的便宜 仅此而已了 他们完全考虑不到别的 考虑的深度跟广度都远远不如中国人 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就是从川普上台开始的 反华开始逐步的变成民间和政客的共识 这种共识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美国国内政治跟美国的综合国力的走衰 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美国是一个完全丧失反思能力的国家 试想连反思都不会了 怎么可能想到如何改变呢 这就更加的证明他们的底层还是未开化 另外 美国两党虽然都反华 但是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共和党更加反华 民主党相对温和一些 两党意识形态是基本盘决定的 所以分析美国必须要考虑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 绝对不能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整体的 共和党中的保守派是最反华的 这个群体完全不可能通过沟通交流做工作来改善 而民主党中的自由派以及偏左翼的群体 对中国是最温和的 是可以沟通交流做工作的 这里比较典型的就是加州州长纽森 他之前访问中国还明确表态他不认同与中国脱钩 所以从拜交上咱们也是提前布局和这些未来的美国领袖接触 而从年龄上看 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对中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充满了冷战和意识形态 这一类基本上是无可救药 所以不要在这个群体上浪费时间 熬上个十年等这个群体都嘎蹦撞袋了 问题就解决了 而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更加的温和 这代人是互联网的一代 社交媒体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样子 他们因为没有冷战时期的思想刚硬 对意识形态也没有那么根深蒂固 甚至对左翼的理念持欢迎的态度 他们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希望 另外美国的大资本跟美国的民间是完全脱节的 他们投资中国到中国做生意 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在美国民间反倒认为这些大企业只认钱 对美国没有社会责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这和咱们这边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 这暴露了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的问题 美国的大企业大资本赚钱并没有落到美国的老百姓身上 还有美国政客只是反映美国的民意 川普推动反华 反华民意高涨 然后政客再顺应民意 起到了互相抱团油门踩到底的情况 这确实是美国体制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再加上美国已经丧失了反思能力 很容易极端化跟纳粹化 所以从这个民调上来看 做美国的民间工作要持久战 要区别对待 要走群众路线 要拥抱年轻一代 要提升中国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这里也要注意 尽管美国人大多数持反华态度 一个人反华可能是意识形态 或者是对中国政府有偏见 或者是被独裁民主二元对立洗脑 或者是发展模式 或者是对美国自身的拉胯所焦虑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会喜欢中餐 喜欢中国的科技产品 喜欢中国的游戏 所以说软实力硬实力 咱们都要去抓去努力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但是我相信再过个十年 等那些顽固不灵的 美国极端反华派老头子老婆子都嘎了 中美关系他一定能改善 好了 对于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